各自青年家索加社出港長早前發行火災 因為唱榜來時中以人生的物品索加 會審了後參出很久的有助烏煙 各自青年家派出席的大隊高中唱歌降溫 會審已經控制現場沒有人員的受傷 機會歡迎由台調查 各自青年家表示 今天早前4點45分吃到報案 表示青年家121盒索加社出唱榜發行火災 高中時現場緊張明蘭燒 秋冰來塞加原料收出農家的烏煙 再加上秋冰來的物品太多 落寶欺騙 增加社另外救援困難 改期相表出動6個分隊 另外整個打火 才順利控制火災 現場是一樓的一個挑高的鐵笛建築 那我們初期主委官到現場 發現火師已經全面燃燒 初步詢問現場的陳豬人表示 現場只有他一個人住在場區裡面 在第一時間已經成功的一個被我們人員救出 所以說目前初步評估的結果是沒有人員受控的狀況 不過裡面一次是做塑膠射出的一個工廠 現場敦放大量的塑膠 依然有載量極大 目前我們在市面都已經做了一個局限 目前正在灌水搶救當中 另外現場我們休息也出現大量汙圓 加上環保局另外也特別告知 占對現場進行鑑控 目前我們環保局以守持室的監測器來監控的話 它立狀物在PN2.5的部分的話 它濃固是有偏高超標的現象 然後我們會依空氣污染防治法第32條進行開罰 並依同法第67條 儲新台幣1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的罰還 該市商標表示 因為塑膠完了不斷燃燒 已經派成怪手套中協助成立 商標也派出6個分隊擎翁翁翁球 火星也已經控制 現場沒人受傷 Q的原因目前還在調查當中 先想到明該市彩虹不得 旺TV行動客服全新登場囉 現在只要下載旺TV行動客服APP 並登入您的收視庫資料 就可以馬上查詢電子帳單發票 即直播頻道等行動帳單 客服服務 讓您帶著走 以次滿足所有需求 旺TV行動客服 最聰明請快去下載喔